现今这个时代复制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简单 那工厂流水线上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冷冰冰的 于是乎有人开始怀念起手作的温度 那这些也许有些小缺陷 却又仅此一样的手作商品 也因此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 受到人们的青睐 而这股手作风潮不但成功唤醒了很多 像是编制 缝纫 雕刻等等逐渐没落的手工行业 更掀起了一股新兴的创业潮 让手作这个行业铺平了很多年轻游子 在外打拼很多年之后回家的那条路 在包包开口缝上这个叫做口筋金属开关设计 再加上小装饰 一个独一无二的口筋包就完成了 这个集复古和创新元素于一身的口筋包 就是由眼前这一名气质清纯的手作爱好者 利瓦所制作 以前那种阿嬷的年代 他们也是就是平时在家里会做这种口筋包 就是用家里剩下的碎布 做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包包 这样可以带出门 出身纺织业家庭的他 缝纫机就是他从小到大的玩伴 因为我的爸爸是从事纺织业的 所以我们以前的阿嬷家很多政策 那政策就像是我们饭桌 我们书桌 就会在政策上面吃饭 看戏 做功课 然后就可能是耳如目染吧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 从一开始把不想浪费的圣布 创意加工成美丽的口筋包 到现在口筋包的制作 丽丸已经开始精益求精 除了偶尔突发奇想 用饼干袋来制作口筋包之外 苏打饼紫袋 然后把它变成口筋包 其实还蛮可爱 它也会配合家节 推出不有洁性气息的限定款式 就像今年的新年 就有黄黎 翁来作为主题 我教它黄金满屋 因为它的口筋像屋子 然后又黄色跟金色 一路走来 姐姐是对力挽影响最大的人 当年她追随姐姐的脚步 到新加坡念设计系 并留在当地发展 不过她却在2017年 毅然辞职回国创立工作室 因为她认为 家始终还是在马来西亚 反正家也在这里 所以就怎样都会要回来的 在新加坡工作的这几年 遇到我的阿嬷跌倒 然后在新加坡没有办法帮到她 然后就觉得时间很重要 因为练家选择回国创业 而家人也成了她开手作工作室的最大主力 丽婉的妈妈偶尔会帮她编制一些装饰品 而姐姐更是络力地向朋友推销 妹妹省制作的娃娃 以及口径包 一家人聚在一起 是挣再多钱 也买不到的开心时光 她回来过后 我就有常常看到她 常常会约吃饭 吃早餐这样 然后有感觉到她又比较开心 有多时间相处比较开心 而且她也 家务方面也是帮到我一些 发展自己热爱的手作事业 丽婉的核心理念是 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 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和设计 基本上每一款设计都只有一个 我没有办法生产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也提供定制 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定做 自己喜欢的款式 而可以私人定制的手作物品 除了口径包还有玩偶 因为它也是有设计洋娃娃 然后这个洋娃娃是我拿我儿子的画画 这个是要画她自己 我妈妈的那个椅物那边很多衣服 然后我一直都不敢去整理那些衣服 然后我就想说 那丽婉有在做娃娃 我就把妈妈的衣服 就是其中两件拿出来 然后就给丽婉去做成妈妈的样子 手作娃娃和口径包 不但帮丽婉找到了回家的路 也承载了一个暖暖的精神寄托 也许这就是手作的魅力吧 在这个球快又浮躁的年代 手作爱好者 通过流淌在他们指缝间的温度 专注地为一件又一件的作品 沉淀出了情感的厚度